传统的Microsoft Office和Microsoft 365的主要区别在于支付模式和提供的功能 Microsoft Office是一次性购买 比如说Office 2019提供永久单机许可 但是没有其他附带的云功能 而Microsoft 365是基于订阅的模式 提供包括OneDrive等云功能 可以多设备同时使用 Microsoft 365个人版一年是398元人民币 而家庭版一年是498元 可以供6个用户使用 1TB的云存储空间 对于日常文件管理和照片备份等非常够用 比Google和Dropbox的价格都要便宜不少 仅从定价来看 其实我觉得个人版并不划算 所以大家更倾向于拼车家庭版 平均每个人的价格大约是83元人民币 市面上的开发者账号教育账号都是有可能随时消失的 我不建议作为主要的云盘使用 这种账号是否到期 只有总的管理员才可以看得到 文件会有丢失的风险 第二个是不要贪小便宜 去找那些个人发起的拼车 管理员可以随时让别人上车 也可以中途随时踢人下车 第三是没有必要自己去发起拼车 再解除两个拼车的顾虑 OneDrive里的文件是相互独立的 不存在管理员可以看到只用户的内容 也不分国际版和国内版 作为一个安全拼车三连的用户 我只建议找有信誉保证的平台提供的拼车服务 具体链接你可以看视频的描述区 管理主号是由服务商统一管理 实在有问题你还可以寻求平台客服的介入 那在平台商场的拼车流程是非常简单的 第一你先在商场下单填写你的Microsoft账号邮箱 商场会把上车的邀请链接发到你的邮箱 你点击链接之后 按照那个提示一步一步的操作 就可以升级完成 马上会生效 那以后每一年的续费拼车也都是同样的流程